在中國新疆的諾槍羅布泊 承載著中共軍事史上的一個重大時刻 原子彈的首次爆炸 今日的這裡 繼續以其獨特的地理位置 在中國軍事試驗和訓練中扮演著關鍵角色 一座逼真的美國航母全尺寸模型 就悄然隱匿在羅布泊以南150公里處的沙海中 2024年起初 星球實驗室衛星 捕捉到了這個引人注目的場景 這次模仿的福特號標靶 逼真的程度令人驚叹 劍島的輪廓清晰可變 甲板上更是刻畫了四條 彈射器軌道的細節 從衛星高空俯瞰 可以清晰地看到精心製作的標靶 以及旗上的桅杆等細節 這個項目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半年前 據報導 早在2023年7月28日 這個標靶的建設就已經開始了 平地平整的工作 而後在11月11日 這座標靶的細節工作才真正開始顯露 具體位置是在這個坐標 有興趣的觀眾可以去谷歌地圖搜一下 為何中共要在這與世隔絕的沙漠中 打造這樣一座逼真的美國航母模型呢 內部消息人士透露 這背後的原因頗為複雜 首先選擇在偏遠的沙漠進行測試 而非南中國海 一方面是為了避免美軍通過其先進的偵查手段 搜集到中國導彈試驗的關鍵數據 另一方面也是為了防止導彈測試的殘骸落入深海 被美軍搜索並研究 另一個關鍵因素是 去年5月以來在烏克蘭戰場上 俄羅斯的匕首及音速飛彈 多次遭遇美國愛國者三導彈的攔截 實踐效能受到質疑 一些軍工行業的專家指出 匕首飛彈與中共的東風17及音速飛彈 在眾多技術參數上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 甚至有傳聞稱 匕首的關鍵部件中有些可能源自中國 這種技術上的相似性 以及匕首在烏克蘭戰場上的不利局面 似乎給了中共軍方一個清晰的信號 單純依賴彈道導彈 可能不足以在現代戰爭中佔據優勢 因此 中共軍方開始轉變思路 將重點放在發展更為先進的 空射反艦巡航導彈上 企圖找到突破美軍強大 宙斯盾防禦系統的新途徑 根據內野人士的分析 中共國在諾槍沙漠中建造的精細航母模型 旨在測試衛星圖像 處理算法和光學目標識別技術 這些技術的發展和完善 主要目的是為了提高巡航導彈 在最終階段的制導精度 通過電視或成像洪外製導系統的應用 巡航導彈能夠在接近目標時 進行更精確的識別和追蹤 對於提升巡航導彈在複雜 戰場環境中的戰術性能至關重要 中共國的軍事模擬活動 遠不止於模仿美國航母和軍艦 他們在沙漠中 創造了一個多面的軍事模擬世界 涵蓋了從海軍基地到空軍基地的各種軍事設施 其中之一是 對日本橫須赫海軍基地的精確複製 在這個模型中 位於三艘艦艇目標中心附近的撞擊坑 足以一舉損壞所有三艘艦艇 然而達到這種效果的前提 是一種突然襲擊戰術 在實際戰爭環境中 美國軍艦很可能已經出海 躲避這種預先計畫的攻擊 這是2013年的另一幅圖像 我們看到中共國正在測試使用彈道導彈 攻擊港口船隻的能力 中共國的模擬對象遠不止此 他們甚至細緻地模仿了機場跑道 彈藥庫 停機坪 車輛 燃料庫 和變電站等關鍵軍事和基礎設施 更引人注目的是 中共國甚至複製了加首納空軍基地的愛國者 導彈陣地和F-2戰鬥機的停機坪 以及8戶空軍基地的油料庫 可是共軍再怎麼演練 也比不上美國和西方的進步速度 以色列的F-35I戰機10月31日 成功擊落伊朗製造的巡航導彈 展示了美國在多層次信息監控和數據鏈 快速運算方面的先進能力 這表明美國的AI運算和數據共享系統 能夠有效應對包括中共改進型巡航導彈在內的多種威脅 因此無論中共如何提升其武器系統的精度 都可能難以完全逃脫美國的高級別防禦網絡和精準打擊能力 因此美國正在印太地區展開一場革命性的轉變 他們正重新整合所有的資料鏈 升級其C4ISR系統 藉助強大的運算能力 有效地指揮愛國者3或標準6導彈 構築其一道堅不可摧的防禦網 以應對中共的東風17導彈的威脅 此外美國在日本沖繩至臺灣一線計劃部署240架F-35戰機 每一架都裝備了至少68枚的響尾射飛彈 這些戰機在空中構成了一張密不透風的防禦網 即便面對共軍1000枚巡航導彈的集中發射 這些F-35也能夠有效實現彈節 然而中共軍隊雖然在硬件上看起來強大 但其實戰能力仍是個未知處 回顧2020年8月的南海試射 中共發射的2東風21D和2東風26B導彈中 有一半未擊中預定目標 這種試驗結果暴露了東風導彈在精度上的不足 也促使中共尋求更精確的標靶 在我們發現的坐標處 也就是這張圖的中心的長方形位置 2021年11月發現了一個簡陋的全尺寸美國航母標靶 其東南方的方框位置 當時是驅逐艦的標靶 現在變成了逼真的航母模型 當時附近還有一條軌道 是紅色虛線顯示 阿里伯克齊驅逐艦的模型就放在上面 顯示出共軍試圖模擬移動中的美軍艦艇 再往前推 就是剛才介紹的2013年 共軍在這裡一連做了一系列的測試 從港口碼頭到機場 全都做出了標靶進行攻擊 到2019年中期才收手 中共在其沙漠腹地秘密建造航母和驅逐艦模型的同時 美軍對此早有所知 2021年1月 美海軍作戰副部長兼海軍情報總監 傑弗里·特拉斯勒將軍在一次安全會議上明確表示 他們希望中共繼續投資於反艦彈道導彈 這種言論似乎透露出美軍對這一威脅的深層次理解和應對自信 近年來 美國不僅沒有被東風系列導彈的威脅所嚇到 反而更加頻繁地在南海和台海展示其軍事力量 美軍的行動不限於軍機在臺灣降落 甚至包括派遣特種部隊長期駐紮在臺灣 美國媒體的分析顯示 美軍這種自信的背後 可能是已經掌握了破解這些東風導彈威脅的方法 在這種情況下 中共進去大量投資於東風導彈項目 可能被視為是資源上的浪費 面對中共 在軍事技術上的努力 美軍顯然已經做好了充分準備 實際上 每次東風導彈發射 其參數導彈軌跡 美國的天機紅外衛星和鋪路找雷達 包括韓國的薩德都看得明明白白 中共對美國航母的執念可謂根深蒂固 這一點可以追溯到1995至1996年的臺灣危機 當時 北京試圖利用其軍事力量 來影響1996年的臺灣大選 但面對美國派遣的兩個航母戰鬥群 中共的嘗試最終未能達到預期的效果 自那以後 中共便一直想要將美國航母 從西太平洋地區推出去 以顯示其在該地區的軍事影響力 後來 火箭軍開發了DF-17 DF-21D和DF-26B這些反艦飛彈 以此來展示其所謂的反介入和區域拒止能力 不過 PLARF想要用反艦導彈威脅美軍 首先是要能找到美國航母的準確位置 正如我們所知 搜尋航母絕非易事 衛星偵察雖有其用處 但無法實現實時監控 且易受天氣和軌跡影響 對此 中共國通過在人工島部署雷達 向太空發射電子情報衛星 以及部署無人潛艇和海上巡邏機等手段 試圖解決這一難題 但美軍的應對策略同樣高效 通過電子戰和動能攻擊手段 破壞或摧毀這些堅持平臺 及其通信數據鏈 美軍可以使用動能和非動能手段 降解間諜衛星 美軍艦艇的持續巡航 也旨在發現和摧毀無人潛艦和海底監聽網絡 美軍艦艇的隱身技術 電子戰和反潛能力 也是對中共的有效威懾 當前 美國海軍及其姐妹軍種在西太平洋地區 部署了廣泛的偵查資源 這些資產從近地軌道延伸至海底 構成了一個全方位的監視網絡 這一網絡不僅在平時進行監控 而且在衝突發生時 美國還能迅速增援更多的力量 中共的軍事行動雖然在表面上看似強大 在真正的戰略博弈中 未能找到有效對抗美國海軍優勢的手段 即使中共能夠偵測到航母的位置 真正追蹤並攻擊它 卻是一項艱巨挑戰 航母群的機動性能強 其最高時速可達35英里 這意味著即便被暫時發現 它也能在短短30分鐘內 迅速轉移到700平方英里的廣闊區域內 90分鐘之後 這一區域將擴大到超過6000平方英里 在這樣的動態變化中 即便是最先進的反艦武器 也難以鎖定其準確位置 更不用說突破由 宙斯頓戰艦構成的 航母群的堅固防禦了 宙斯頓驅逐艦和巡洋艦能發射各式標準導彈 如SM-3、SM-2和SM-6 這些導彈不僅能在大氣層內攔截敵方彈頭 SM-3甚至能擊落大氣層以上太空中的目標 即使定位到航母 突破其周圍的多層防禦網同樣困難重重 航母群不僅有宙斯頓驅逐艦的防空保護 還有弗吉尼亞旗攻擊潛艦的水下支援 以及空中的偵察和攔截能力 這些軍事資產通過美軍近年來大力發展的聯合作戰網絡 整合了各軍種的力量 實現了信息和資源的無縫共享與協同作戰 每一個潛在的威脅都會被迅速識別 並分配給最合適的傳感器和武器系統進行攔截 無論這些系統位於海洋還是空中 在陸基反艦導彈即將發射的前夕 美軍的偵測系統就可能已經捕捉到了這一動作 這些信息將被實時傳輸給美軍的任何作戰平台 無論是海軍空軍還是陸軍 都可以對這一目標進行即時攔截 在這樣的情況下 進行攔截的並不一定非得是航母戰鬥群本身 可能是薩德系統和愛國者導彈就已經解決了問題 在這種全方位多層次的防禦網絡面前 中共的軍事威脅似乎顯得力不從心 每次東風導彈的發射都在美軍的天機紅外衛星 和雷達網絡中留下了痕跡 幾乎無所遁形 這個網絡下的海軍綜合火控反制空系統 專注於海軍的防空和對空打擊任務 極大提升了美軍的作戰效能 雖然有聲音認為 中國的新型DF-17和DF-27導彈 搭載了能夠轉向的高超音速滑翔彈頭 會給美軍帶來更大的防禦挑戰 但歷史和現實已經證明 美國的軍事技術往往能夠超越人們的預期 就像2023年5月份 俄羅斯的匕首旗音速飛彈在基輔被擊落那樣 紅海的胡賽武裝幾乎所有的空中目標都被攔截那樣 在現實世界中 如果發現SM-6實際上可以應對 至少某些類型的高超音速武器的最終階段 並不奇怪 SPY-6雷達的引入 提供了更廣泛更高分辨率的目標探測和追蹤能力 並且追蹤和制導能同時進行 使得美軍在面對各種威脅時都能做到有地放肆 在電子戰領域 美國海軍的復仇女神電戰體系和SEWIP堵塞3 在戰場上形成了難以逾越的技術壁壘 不僅能有效地檢測、分析和應對敵方的電子攻擊 還能通過干擾和欺騙手段 使敵方導彈失去目標 佩洛西訪台事件中 共軍飛機的半飛計劃就是被美國航母群的電子戰技術所破壞 顯示出美軍在這一領域的壓倒性優勢 SEWIP堵塞3還能干擾和欺騙反艦導彈上的 雷達和通信系統 射虛假目標信號誤導敵方導彈 使其攻擊錯誤的目標和路径 干擾反艦導彈的導航和控制過程中的通信鏈路 還有先進的傳感器和信號處理 快速識別和分析入侵的反艦導彈 為電子攻擊和其他防禦措施提供決策支持 在人類有史以來設計的最粘性的電子戰和潛隊防禦系統中發現 瞄準並擊中一艘航母 估計美軍自己就做不到 更別說共軍了 如果威脅來自水下潛艇 航母可以依靠遠超共軍的福吉尼亞級潛艇 驅逐艦和艦母本身上的反艦傳感器和懸役機也能提供幫助 因此即使對手能夠在浩瀚的西太平洋找到一艘航母 其武器到達航母並造成嚴重破壞的可能性也並不大 航母實際上被擊沉的可能性很小 即便是共軍使用空中平臺發射的英機導彈 或者其H6K轟炸機SU-30MKK等飛機 都很可能在接近發射英機導彈的射程中 就已被美軍的飛機或防空系統所攔截 共軍的火力需要突破航母戰鬥群層層密集的防護 幾乎已經是不可能的了 即便能通過 還得面對航母自身的防禦系統 這是每分鐘可以發射6000發炮彈的加農高速火炮 美國海軍的經驗和訓練水平 使其能夠迅速應對航母受損情況 即便在遭受攻擊的情況下 也難以導致航母失去戰鬥功能 這種能力正是習近平等全球軍事領袖 所清楚認識到的 他們知道即便利用高超音速武器攻擊 摧毀一艘美國航母也並非意識 這也解釋了為何習近平在加速建設自己的航空母艦 他清楚即使在導彈技術日益發展的今天 航母仍然是軍事力量的重要象徵 但對於中共來說 即便在軍事技術上處於劣勢 他仍然不放棄在輿論戰和心理戰中的努力 例如去年5月 PLA支持的東北大學研究人員發表了一篇論文 宣稱通過使用24枚高超音速反艦導彈 可以肯定擊沉福特號航空母艦 然而台灣國防部國防安全研究院 複製了這一兵器推演 使用不同的參數後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結論 台灣的研究發現 只有當美國艦艇停止移動 其防空導彈系統的命中率 被認為設置得較低的情況下 航母的其他武器 例如電子干擾和誘餌系統 耗盡攻擊力的時候 共軍的導彈才會擊沉大部分美國艦隊 這些是最極端的參數 因此中共國論文的推演結果 可信度值得懷疑 因此即便是在中國家門口的戰爭中 美國有充分的理由 懷疑中共無法擊敗美國航母 實際上沒有哪個國家願意面對 擊沉一艘美國航母所帶來的嚴重後果 賺到的情況下